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大家辛苦齁 你音樂不太聽嗎 他還會給我回應 我們大家聰明 盡量跟手機子 在靜音 比較不會影響其他人聰明 好 那麼 大家睡得好嗎 你把我騙 我來一百次有 我過坡都睡得好 你睡得好 來拿手看看 這樣你們算比較幸福 你們的適應能力算特別好 可以隨意而安 我經過過坡都睡不著 睡不著 尤其我去美國 我們那個美國開這個酒會 我去兩次這樣 回來調這個時差 我要調一個月 很痛苦 開睡的時間睡不著 不開睡的時間 我們都要在嘟咎這樣 好 那麼 我繼續來講我們長的 要講這個長的 我還想到說 這個 不然還要講一個故事來消卻一下 就是說 兄弟 他欠一個保標 所以他就把李小龍 帶去他的生物餅 好像四十幾歲就要帶他 把他帶去 上來欠一個手機 我就把保羅沃克 把他帶去 上來要聽歌 我就把鄧麗君帶走 我在想說 沒有 我在問說 兄弟 你不知道有欠總統嗎 這個還要陪你慢跑 游泳 游泳 結果 上來要挑總統 也要挑一個比較好的 表演比較好的 人家去挑萬德拉 所以萬德拉又帶他 所以你看 馬英九是可以說 人神共分 沒有人愛 沒有人痛就對了 我們這幾年以後 走到這樣 真的 我們民政院如果不趕快打打招 趕快把事情訓練就好 才會把美國要求說 你要把管轄治理權 向我們台灣人 讓我們台灣人自治 台灣人關自己 美國 他叫我們發這個新聞證 就是有這個作用 新聞證 台灣政府 公民身分證 就是要把台灣人跟中國人 切下去 我們如果有日本時代 那個火口名簿 團下來 我們就是本土台灣人 才可以拿到 那個TW 我們的身分證電話 有一個class 分類 本土台灣人是TW 那如果那些難民 中國人 躲在台灣這裡 他如果來幫我們稱 最多的能夠拿到 身分的class 叫做C1 C就是Chinese 中國人 E就是疫宰 就是流氓 難民的意思 E貼合 這難民證 那麼 只要有TW的身分證 將來 我們民政有這件事 才可以當公教人員 就是你公務機關 還是老師 都要有TW的身分 再來 只有TW身分的人 才有資格參選 不論你是被提名參選 還是去投票 才有投票權 就對了 拿西醫的身分證的人 沒有資格選舉 所以 以後要辦公投的話 以後我們自製 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TW身分的人 在決定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全土 所以以後 就沒有藍綠對抗 我們台灣人關自己 絕對比中國人跟我們關好很多 所以我們大家要繼續打招 好 那麼 我跟他們說不下去 我們繼續來講 那麼 為什麼要說 台灣人 美國跟我們說台灣人不能公道 就是因為我們 像我說的 台灣人有一半 差不多一千萬人 被國民黨教育成 認同中國 所以我們每次都 大選都選輸 好 美國說不可以公投的原因 就是說 自己的身分 我們 昨天我說我們是誰 自己的身分地位 都還搞不清楚 所以他要求我們 要訓練這些幹部 我們是等於是總子教官 我們出去以後 要廣為宣傳 台灣民政務的法理論述 好 那麼 因為台灣 上面住著兩種不一樣的人 一個就是 本土台灣人 另外 就是中國人 也是外國人 那就是 中華民國來台灣 現在他是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 美國台灣關係法裡面 現在稱台灣治理當局 他們在管我們 但是 你現在 要公投 等於說 又要把台灣的前途 本來是我們台灣人要自己決定的 你現在跟這些中國人一起 來投票 那投出來 你如果把2008跟2012年 當作統獨公投 我們輸 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所以美國早就未雨衝繆 陳水扁要公投的時候 美國就 下達指令 禁止台灣人公投 為什麼 如果真的讓你們公投的結果 全世界會認為說 是你們台灣人 從2008年 2012年 你們都是同意要 統派的 你們要跟中國統一的 所以如果解放軍 進來 美國跟日本沒有 出兵的那個 正當性 美國他是 尊重民主自由的選擇 你們台灣人 在自由意志下 你從第一天 比如說去年 1月14號 你去領票 拿著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你到投票所去領票那個時候 我們就先輸一半 因為你已經承認你是中國人 你拿中國的那個身份證 去領那個票 在自由意志之下 秘密投票 蓋了 大部分 超過一半都是投馬英九 那美國要尊重你們台灣人的抉擇 你們說要跟 要跟 中國共產黨那邊合併 要統一的 好 尊重了結果 那我們就糟糕了 共軍進來台灣 一定又會發生228事件 再一次 又台灣好不容易 這六七十年來 又新出來了這些菁英 又要被殺掉 所以 這個很危險 所以美國未以從謀 就事先說 台灣現在不可以公投 這是一個原因之一 好 我剛剛也講說 為什麼要訓練4千個 要合發41萬分以上的 台灣民政務身份證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條件 你要接掙錢 你沒有受過訓練的人 你頭腦不清楚 你所執行出來的 就是中國那一套 其實 中國這五千年 其實沒有五千年 他大概有文字記載到現在 大概三千年 這些 中國人都是受到孔孟的儒家思想 所束縛 控制他的思想 為什麼 中國這三千年來 現在 那個一個 承平時期都很短 大部分都是戰亂 所以三千年可以說是 中國的一個戰亂史 那 為什麼中國 一直會肌肉 也就是受孔孟思想的限制 那他們來到台灣管理 也是用儒家思想 用軍軍層層 父父子 就是他們來 他們都是做君 就是做皇帝 我們都是做他的臣民 我們要供養他 要順容他 要忠於他 軍軍成人 父父子子 他都當我們老輩 我們都當他的兒子 就要供養他 我們去賺錢就要供養他 等於說我們是當奴隸 他當主人 那我加一個祖祖奴奴 他都是當主人 我們都是當奴仆 當奴隸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台灣被教育成說 都很順 儒家思想就是中庸之道 就是說 凡事就是依照上面的 上面怎麼講 我們怎麼做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台灣人真的很好管 這也可以說是400年來 都外來的政權來管台灣 台灣人被管成奴性非常重 就像當初 林肯解放美國那些黑奴 很多黑奴反彈 欸 我本來在這個地方 我主人會提供我吃住 我只要認真工作 我就有吃住 那你去把我解放 叫我自己到外面去 自己當主人 那我要自己去張樓這些 吃的穿的住的 他反彈了 現在台灣人你要給他解放 你要給他奴隸的身份拿掉 他反而不高興 所以我們 一定要學怎麼當台灣的主人 不要再繼續當奴隸 我常講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小時候 因為國民黨來以後 本來台灣盛產稻米 台灣不會缺米的 我們應該都吃稻米長大 結果不是 我小時候都吃那個韓籍 或者韓籍腔 就是地瓜 地瓜盛產的時候 你一下子吃不完 你要把它搓成那個細細的 然後去塞乾儲存起來 然後我們 我父親父母親種的稻子 要塞乾交給農會 然後交給中華民國的軍公教人員 佩籍他們吃白米 我們吃地瓜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被佔領 那中國 中華民國來台灣 他是要照顧他的 他們那些逃難來這邊的 他們那些難民 所以他們吃白米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想看看 台灣人多悲哀 自己種的米 沒得吃 反而要吃地瓜 好 那這是從 國民黨來以後 台灣人的生活品質 非常的低下 日本在台灣 他至少 沒有糧食的時候 缺乏糧食的時候 他會配給公平的配給 但是國民黨來他只照顧他們 所以我們小時候很辛苦 就要 在旁邊都要自己養豬養鴨 我讀初衷的時候 我要帶便當 我早上起來要去看我的鴨子 有沒有生個蛋 我要拿那個蛋器給我媽媽煎個蛋 才可以帶便當 如果沒有生活 我那天就剩下島博 還有菜博 生活很艱苦 我爸爸吃很多 地瓜我也吃很多 所以到大概五年前 有一個 我們的農業改良廠 有一個新的品種 我種了 我就 爸爸我 煮地瓜飯給你吃 不會不會不會 以前吃太多了 吃到怕到 可是我喜歡吃 我知道那個品種我煮過很好吃 我就煮 然後拖 挖 擺放 蓋子給他吃 吃到 地瓜好好吃 他不知道現在改良那麼多 他現在聽到地瓜都怕了 你看 真的吃到怕到 那我們養豬 一般養豬七個月 大概兩百天 就可以殺來吃 或者拿去賣 可以 像我們要註冊 就要賣豬 才可以有錢去註冊 結果 蔣介石 在1949年 從中國引進 差不多兩百萬隻的豬 來到台灣 讓我們養 養到現在六十八年了 不豬不能殺 所以我們都是養豬戶 我們都交稅金 讓他們去領18% 有沒有 所以很多 那個 台灣的人 他早 醒過來 覺醒了 就我們這次四月份去美國 去演講 我就跟那些台美人講 你們這些人 你們都比較聰明 你們知道在台灣養豬 沒有前途 所以你們都跑到美國來 他們自己都聽得都會心裡笑 一樣 我也不想再繼續在台灣養豬 所以我們來參加台灣民政府 希望 那些豬他們回中國去 然後這個四十一萬份 最少就是說 讓這些台灣人 也是四十一萬這些人 也當作一個種子 到台灣各地去傳播 美軍要進來 像現在馬英九都利用 電子媒體 利用像去年那個馬基歐 跟他的日本朋友 他打我們台灣人的司機 電視廣告報紙 從早報到晚 就一直在講這個日本人怎麼樣怎麼樣 打我們台灣人司機 他就是要鼓舞我們台灣人的 反日的情緒 還有用毒美牛事件 提供資料讓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去立法院去執行 故意製造新聞 也是每天爆發 美國心不好 要讓我們吃毒美牛 讓我們反美 其實對台灣 台灣有保障的 就是美日安保條約 你打到台灣 就等於打到日本 也等於打到美國 所以美日安保條約 會出動他的軍事來部署 來保護台灣 那你如果說 一直這樣被 國民黨馬英九集團 這樣用惡意的 反美反日的情緒 讓我們 加注在我們身上 美軍要進來防衛 台灣人會反對 會丟石頭 抗議 所以他很惡毒 所以我們不要中了馬英九的計 所以一定要積極我們宣傳 台灣人要拿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才能代表你是台灣人 不是拿中華民國那一個 好那我們來看說 美國軍事占領台灣 有哪些法理依據 好來看一下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就是在1945年8月17號 這經過 美國的參謀聯席會議 他們擬定以後 由杜姆倫總統核准 然後授權麥克阿瑟將軍 在1945年9月2日 在日本的東京灣的秘書旅見 來發布 命令蔣介石代表盟軍 接受來台灣 接受台灣日軍投降 把日軍的武器收繳 這是一個 法律文件 這是因為美國 他是台灣的征服者 他有權利來分配盟軍 來佔領哪些地方 好比說北尾38度以北 還有中國的東北地區 是要向蘇聯的遠東軍 總司令來投降 那些在那邊的日軍 都要向蘇聯的遠東軍來投降 那北尾16度以北 的印度之那 就是北越 還有台灣跟澎湖 是向蔣介石元帥來投降 你注意一點 東北還有北韓是向蘇聯 蘇聯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的遠東軍軍區司令 來投降 可是這個一號命令 是給蔣介石元帥 前面沒有掛中華民國 為什麼 因為當時中國有四個 代表中國的有四個政權 一個毛澤東政權 一個蔣介石的政權 一個汪精衛南京政權 還有東北的韋滿洲國 他們講的滿洲國政權 所以有四個 所以蔣介石並不能代表中國 好 我們再看這個是舊金山合約 這是國際條約 1952年4月28號升下 裡面的第二條規定 日本政府要放棄 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治理權 好 第三十條約確認美國是對日本 當然包括台灣 是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這兩個美國 跟我們台灣有關係的文件 好 那麼對峙合約的和談 的擬定 還有協商 跟這51個同盟國來協商 是由杜勒斯來主導 這個杜勒斯是美國總統聘任的特使 他去跟其他的同盟國 要協商怎麼來定令 舊金山和平條約 好 再來就是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是1979年的4月10號才擬定 那會擬定這個是因為 1979年的1月1號 那個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麼跟中華民國斷交 剛剛那個 第一號命令可能中斷了 所以他趕快要參眾議員高票通過 在4月10號定立這個 美國台灣關係法 它是美國的國內法 他在美國定的時候 沒有跟台灣人協商 他們參眾議員自己擬定 這是美國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才有權利跟這個義務來定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者法國台灣關係法 好 再來我們再看 1982年 美國雷根總統 對台灣有六項保證 這是因為那時候 要跟中共前817公報 美國對台灣政策 他有 第一個 一個中國政策 第一個就是三個公報 第三個就是台灣關係法 好 那麼 對台六項保證的原因就是 因為要千817公報之前 這時候蔣經國很緊張 那時候 就是 就像1949年 美國對華白皮書 發布的時候 國民黨 軍 兵敗如山倒 敗退得非常快 那是等於說 壓垮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 勢力 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那時候 中華民國的軍隊 他兵敗的速度 連他自己的報紙 都講得很英勇 那時候的 報紙怎麼報 他們國共內戰 他們國軍怎麼撤退 他說 我軍轉進 他打敗仗要撤退 他不講車隊 他講得很好聽 轉個方向前進 車隊他講轉進 我軍轉進神速 速度非常快 一日千里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我軍轉進神速 一日千里 共軍追趕不及 有厲害嗎 中國人真的有到 面白有到高 怕輸真的走贏 走來到台灣 共軍現在撤去 撤去不到 走來到台灣 所以他很怕 所以他 美國 要跟中共簽817公報 蔣經國就 派特使去 外交管道區 跟美國那邊講 那你 我們台灣現在很亂 民心 都非常惶恐 很多人 台灣有錢人 包括中國人 有辦法的 就想辦法 要逃離台灣 或者是拿美國護照 拿國外的護照 歐美國加加拿大的護照 那個護照要出國 好 所以他要求 雷根要發布一些措施 就用六項保證來安撫 台灣這邊 這個地區的人民的民心 好 那我們來看他六項保證講什麼 第一個 美國無意 就對台灣的軍售 來設下截止的日期 第二個 美國不會就台灣的軍售議體 事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諮商 好 我們這個對台 這個台 因為這是已經 1979年1月1號 已經有那個台灣關係 好 他台灣關係法裡面 已經規定不能再稱 中華民國 因為已經斷交了 好 所以就只能稱 台灣治理當局 這個台是台灣治理當局 不是賣給台灣人 你要 我們要搞清楚 好 第三 美國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之下 來停止對台灣的軍售 好 第四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第五 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仲介者 美國不會施壓迫 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展開談判 好 第六 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有主權的主張 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一直在講 台灣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因為我們去告美國以後 現在中國他們知道 台灣在法理上 已經早就脫離中國了 因為從馬關條約 就下關條約開始 台灣就已經跟中國那邊切斷關係了 現在的關係都是只有跟日本 台灣現在目前跟日本跟美國有關係 在法理上 好 我們從未聽聞 其他國家對台灣有任何的保證承諾 你看這個六項保證 會給你保證 表示 雙方一定有相當的關係 我常舉個例子 就像男女關係 你要追這個女孩子 你要向她求婚 你要讓她答應 那你要對她有一些保證 比如說 你嫁給我 我保證你 以後過了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每個月 五萬塊給你買服裝 三萬塊給你買化妝品 我一定跟她保證這樣 那女孩子才會答應 對不對 沒有這樣給你保證 你怎麼會要嫁她 OK 所以一定我們跟她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是被 我們是打敗上被佔領 我們是被佔領區的 國家的人民 OK 好 那麼我們來看 現在新竹的樂山 雷達基地 有掛美國國旗 這個鋪路爪雷達 這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那麼這個 它的輻射的偵測範圍 半徑有3000公里 可以射到中國的內蒙古 包括北韓 他們在發射大普洞飛彈 它的那個飛彈的軌跡 我們在台灣這個雷達基地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是當初預算是大概300多億 是用台灣人的稅金 向美國 請他們美國來裝設的 結果 馬英九當選 20080的總統以後 美國怕到 因為他知道 他們 中華民國的國軍跟共軍 都叫做中國軍 很多的機密資料 都是被這些 中華民國的國軍的高階降臨 洩漏到中國那邊去 所以 美國很擔心 要求要最佳預算 到400多億 來做一些加密的防護的設備的這些措施 所以這個 等於說我們台灣人 繳了400多億的稅金才蓋起來 結果 它這個現在內部都是美國人在操縱 而且還掛美國國旗 一個國家的領土上面 可以隨便讓人家掛別的國家的國旗 所以這代表是 美國真的是我們的老闆 他是佔領者 他愛怎麼掛 而且用我們的錢 可是掛他們的國旗 而且外圍警衛是 中華民國的國軍 內部都是他們 而且這裡所得到 接收到的資訊 通通連接到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所上 這些機密資料 他要不要提供給中華民國國軍 那要看他 認為那個機密的等級比較低的 才可以給中華民國的各指揮部 空軍陸軍的指揮部可以參考 機密等級比較高的 他就不會給你看 所以變成台灣人花錢 等於說再買保護費 好 那到底是哪一國的 在替台灣的漁民來呼籲 這是今年年初 大概4月份吧 屏東的琉球的漁船 在巴士海峽靠近菲律賓那邊 被菲律賓的公務船 他們用槍打死了 好 那激起台灣人的名分 馬英九馬上就派 什麼最大的 那個德星艦 那個海巡署的 可是還押不住正腳 台灣人還是很生氣 他就加碼 就派海軍最先進的飛彈驅逐艦 這個記得號 記得艦 可是你看 上面是掛美國國旗 中華民國的海軍旗 是掛在這個一半的位置 這個位階高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世協在領導指揮這艘船 是美國 所以是美國在保護台灣的漁民才是 OK 可是中華民國三軍的 暫時的指揮權 是在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手中 OK 這跟韓國很類似 韓國的指揮官是韓國人 副指揮官是美國人 但是如果南北韓發生戰爭 是美軍起來領導指揮作戰 所以原來他們在三年前 已經美軍跟韓軍的聯席會議 已經有協商過 在2014年就是明年 準備把暫時的指揮權交還給韓國人 結果因為去年發生 韓國有一艘軍艦叫天安艦 莫名其妙不知道被哪一國的魚雷打沉了 好 在這樣的狀況下 反而南韓的軍隊 他們的指揮官 在跟美軍開會議的時候 就要求暫時不要把2004年 把那個戰爭指揮權交還給韓國 把這個時間往後推 現在還沒有一個確定的時間 你看台灣跟韓國 當時都是被美軍解放的 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都是美軍在保護這兩個地區 從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你雖然看不到美軍 可是有很多跡象 你可以看到是 我們真的是被美軍佔領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好 下課 各位同心下課休息十分鐘